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男法庄园的液体灶 我去年冬天分享过他们家那个护手霜 这个是看李佳琪直播的时候又有这个品牌 刚好就入了 还是选的这个玫瑰香 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调香 和香水一样前中后掉都是不同的 这款玫瑰香淡淡的就不会很浓郁 会更适合我们女孩子一点 接受程度很高的一款 然后它这里就比较像那种沐浴油 有东西很强 它蛮好气泡的 而且特别特别细腻 然后那个泡沫就有点像洗面奶那个触感 但是它也是真的可以用来洗脸的 所以泡沫真的是要比一般的沐浴油要细腻很多 然后就是洗手啊洗脸或洗澡都可以 主要是搓开就是那种淡淡的玫瑰香 因为很治愈 你会过度清洁啊 破坏脚制成然后拔干净 风症之类的 而且超大一瓶可以用男酒的 而且瓶身是这种复古的花卉液啊 超级好看的 性价比很高的一款